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知道就不让给你了 谁让你跟着我 你以为你让个统领的位置 我就感激你吗 给我滚远点 这一路从御书房给你回来 身上的味道果然跟以前不一样 你再吻 我就把你的鼻子割下 你为了招风引电 薛女人才淹着水粉呢 我才没你那么无聊 谁 宫中不能祭拜 难道你不懂规矩吗 原来是这个味道 还真是这个味道 你这个娘娘腔竟然还私藏香包 说 是哪个工具给你的定情信物 这与你有何相干 这里边还有东西呢 谁让你乱翻 这是别人的东西 你是我兄弟 有什么不好看的 在我们大漠 兄弟就是安达 什么都可以一起分享的 何况这个香包 这上面好像说是一个女人生了孩子 结果被抢了 你看够了没有 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呢 说不定这上面写的是一串宫中惨剧呢 在宫里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 就算你有同情心 也轮不到你插手去管 你说什么 与华田去过换衣局 对 奴才按您的吩咐监视与华田 他去换衣局做什么 是啊 那换衣局是宫里的宫女犯了错以后被贬到那洗衣做活的地方 他去那边一定有什么目的 他去那边一定有什么目的 所以才被贬到了换衣局 所以才被贬到了换衣局 莫非 都主 不必担心 那个女人已经成了哑巴 整天疯疯癫癫癫的 就算有一天找到了她 也问不出什么来 不 无论如何给我盯紧她 是 皇上急一下 明妃找朕何事啊 娘娘等了皇上一下午了 现在有点困 在里面休息 娘娘进来 精神如何 娘娘这几天 一直不吃不喝的 太医想来给她把脉 她也不见 一心只等着皇上驾临延喜功 明妃 皇上 皇上 你终于来看臣妾了 别慌 别慌 朕在呢 朕在呢 臣妾再也不许皇上离开 不许 明妃啊 朕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 都怪朕 是朕冷落你了 臣妾这几天一直做噩梦 想见皇上 却怎么都见不到 只好抱着夜光 被思念皇上 没想到夜光被也碎了 好了 别哭了啊 冥妃 别难过了 朕答应你 一定好好补偿你 从现在开始 朕哪儿都不去了 就陪着你 你说好不好 可是臣妾 还梦到皇上出臣狩猎 遇到了危机 漫山遍雨都找不到皇上 臣妾好害怕 那朕就不去狩猎了 等到你生产完了 明年春天 带着你 我们一起出发 谢皇上 臣妾知道 不能为皇上分忧 更不能让皇上 更不能让皇上承欢 可是 臣妾怀的是皇上的子嗣 万一要是 一切以我们大明的龙种为重 明飞的心意 朕明白 臣妾怀态十月 不能再伺候皇上 不过 臣妾已经为皇上 目色了一位取代臣妾 伺候皇上的人选 明飞朕是嬉心的 可是朕 可是皇上 你就不要推辞了 这也是臣妾的一番心意呀 臣妾相信 他一定会让皇上满意的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呀 皇上 你朝什么急呀 但臣妾则已凉传即日 派太监把他送到乾清宫就是了 还是明飞细心呢 那就等明飞的安排了 严小姐 小姐谁又放的呢 好 好了 给你 苏慧容 银春姐 这些都交给我吧 有个人在等你 你快去吧 是谁呀 还能有谁呀 快点说了 在老地方等你 慢点儿 慢点儿 那这些活怎么办呀 都交给我了 我来鼎听你 谁让我们是好姐妹呢 你快去吧 就 不太好吧 还计较那么多干嘛呀 你快去赴约吧 怕是你不心急 等着那个人要急死了 快去吧 那谢谢银春姐 来 来 来 这么着急见我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 我已经答应了皇上 要为她物色一名女子 娘娘身怀六甲 何必为自己找这么一个麻烦呢 男人都好色 皇上也不例外 这才几个月 她已经对我失去了兴趣 每次过来看我点头就走 问候的话都不会多一句 与其让她到三宫六院 去找别的女人 倒不如 我找一个自己心得过的 这样也比较放心 奴才明白 只不过 娘娘心中可有人选啊 义父 你这可是明知顾问 我想要找谁 你还会不清楚啊 她可不像你啊 娘娘觉得她会答应吗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找义父过来的原因 我要是开口 她未必会答应 您就不一样 她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 但是如果她跟娘娘一样怀了孕 娘娘是否能够接受跟她平起平坐呢 不会的义父 我了解慧荣 慧荣从小就说了 她不愿意做皇上身边的女人 你看她现在不是乖乖地待在点心区做宫女吗 就算她伺候过皇上 她的心里永远也只有一个人 就是雨花田 她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早日离开皇宫 跟雨花田生活在一起 娘娘 不是也挺喜欢雨花田的吗 那不一样 苏慧荣只想要跟雨花田 过男耕女之田园般的生活 我想要跟雨花田 共享荣华富贵 我要许她的 是大明的江山 不过 这要看雨花田自己怎么许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添从人愿 奴才也希望娘娘的愿望能够实现 会的 只要有义父为我撑腰 什么事都会事半功倍的 希望我们都没有看错她 慧荣的性格你我都很清楚 不过她毕竟是个女人 女人是善变的 如果有一天她得到了权利 随之而来的 就会带来欲望 不会的义父 你就不要再担心了 我相信慧荣 她永远是我的好姐妹 娘子不要生气了 生气久了会长皱纹的 像你这么漂亮的人 就不应该受一点委屈 所以我在这里给你鞠躬道歉了 我不想见到你 我讨厌你 你讨厌我就是说明你喜欢我 不想见我就是想天天见到我 娘子 你终于笑了 你终于笑了 我在这里心甘情愿把花献给你 妹妹 妈叫我一拿来 娘子 你居然把花收了 那你答应我了 原谅我了 你到底是谁呀 干吗鬼鬼祟祟躲在后头 快点出来 相逢何必就相识 有缘他日 结连礼呀 怎么会是你呀 你别生气 听我解释 你别生我气了 我知道错了 好了 我知道错了 你别生我气了 我知道你是心疼宇公公 我心里也过不去 如果宇公公因为我 不理你了 我对你好 我家卫女你好好不好 谁让你对我好 你给我让开 你别激动 我刚才那么苦心的演了一出戏 也是为逗你开心 你就别生气了 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的话 我不放你走 你想一想 宇公公她不是个真男人 她是个娘娘腔 你这个臭奴才 宇公公是千户 是你的主子 我一下饭上 我看你吃活腻了 我看你平时温柔贤惠的 现在还破口大骂起来了 你真就这么爱她 不要你管 你让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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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掉河里去了 我 我不是水性啊 来人哪 来人哪 救命啊 救命啊 陆小月 你弄着干什么 皇上 还不救人 陆她不是水性 快叫人去救她 陆混水也赶紧去 你们也去 快 快 来来来 来来来 过来 苏国荣 再往后点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苏国荣 快 使劲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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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怎么样 救命啊 救命啊 我不是水性 快救我啊 我不是水性 快救我啊 救命啊 救命啊 皇上急行 快起来快起来 来 快起来 怎么会是你啊 快 跟着回宫 快 走 快 这么起来 这苏国荣怎么被皇上带走了 这么快 永远 爹 有你的 跟着人有这些什么 这蝶术 你就是人家傭 你不要乱 你不不命啊 你不不得了 这蛇人家傭 你多个人就以为 打个人家傭 你不离 平心啊 你不能 你只是 走 果然是你 你还记得我吗 你说话呀 原来你是个哑巴 你别跑 你站住 宁公公 别跑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别烦我 你别跑 我问你一下 这个荷包是不是 原来真是他的 你别管那个老宫女了 先管管你自己的女人吧 你怎么搞成这个鬼样子 你找我什么事啊 出事了 肃毁忠被皇上带进乾清宫了 他 嗯 夫是一眼 我不 relação 您昨天还是挺大的 主持甘 化妊娱 尝尝 真的不能 去 说什么话了 这是别人想都想不到的 天大的福分哪 可是我不想 嬷嬷 求您帮我回去吧 我求您 懂不懂规矩 唐下 你给我安分点 取悦不到皇上 你今后的日子也别想好过 嬷嬷 我求您了 不然你帮我去找西场的千户余化天 我嬷 求您了 找他干什么 他一个太监能救你吗 宫里的皇上最大 他要的人 谁能阻止得了 难道你想害我们杀头不成 你要乖乖的听话 忍过了今夜 说不定以后 我们还要叫你一声娘娘呢 余化天 你在哪里 这一次 我怕我不能为您收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寂寞的夜 無眠 孤傲的怨 無邪 冷冷的望 誰的鏡子飄成淚雪 多情的淚 這是片 輪流的懷 復悔 再也找不到你的生意 只能在夢裡欠缺 多愁愁 站不動 人寂寞 彷復來 回首已過了滄海桑田 為何春風卻又暖 這一杯 將盡酒 藏盡花 傷心的對月潭 只能把回憶讀前來人 唱醉不忍心來 還是讓奴才送您回去吧 積楊的夜 無眠 無傲的怨 無邪 冷冷的花 谁的景色 飘成白雪 过去的泪 抑着诗篇 满流的爱 后悔 只能把回忆 赌影前被远 唱醉不愿 醒来 凄凉的夜 无眠 孤傲的缘 无邪 冷冷的花 谁的景色 飘成白雪 爱 多情的泪 正是片 满流的怀 赴回 再也就不懂你的生命 只能在梦里欠缺 只能在梦里欠缺 多少钟 站不动 人寂寞 还不来 回首已过了 沧海三天 为何春风 却要乱 这一杯 这一杯 将尽酒 藏尽灰 上心的 对月谈 只能把回忆 赌影前被远 唱醉不愿 这些都不愿意 是 我 慧容 我 我对不起你 我们既是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就没有谁对不起谁 梨花爹 我已经是皇上的人了 你不是一直很小心 避开皇上吗 都是因为那个古晓月 如果不是那冒仇 你骗我来醉一天 我就不会落水 被皇上想救 又是古晓月 那可真是个祸害 他为什么一直缠着你 难道他喜欢你 想调戏你吗 我再不会喜欢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如果不是他 我今天 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那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 我已经失去了 这辈子最宝贵的东西 你往下 你往下 我的心好痛 我该怎么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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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打了 你让的山泉水我给你打来了 别吵 我七色花也找 别吵 水 水 花 花 花 你说是深更半夜 古宫他不是中邪了吧 听不懂 你一宿没睡 赶紧回去歇息吧 昨晚的事就当成一场噩梦 日子总还是要过的 我会记着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也要记着 我只为你一个人活 不要想太多 皇上也许是一时贪婚 醒来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们还要像以前一样 不要心存芥蒂 雨花天 我感觉我已经不是以前的苏慧荣了 你会嫌弃我吧 怎么会 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冰清日劫的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终于找到你了 苏慧荣 苏慧荣 你要做什么 你们别误会 别误会 我是来帮苏慧荣展览桃花的 走近以后啊 皇上再也不会骚扰他了 连看他不会再看他也了 我说的是真的 慧荣 你别瞪我啊 你 你千万别冲动啊 你这个混蛋 我现在就要宰了你 喂喂喂你别追我 别追我 你给我站住 哎呀你别追我了 你别追我了 古小月你给我站住 古小月你给我站住 站住 站住 好了 我说你别追我了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祸害 我真不是犹豫的 我真的是想帮你们一把 你害了苏慧荣一辈子 还装身弄鬼 说什么展桃花 破了他一阵花水 你到底有没有人性 你听我解释啊 顾少堂你也见过了 是他教我这个 展览桃花的方法 用七字花水 和咒符放在一起 冲在身上就可以 展览桃花了 我已曾经被他泼过 很灵验的 你放屁 失了身的展桃花 能挽救吗 你 我说过别打我的脸 就算苏慧荣被花生宠幸睡了一晚 也是他的福气啊 你这个妖孽 害人不浅 还敢胡说八道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你和苏慧荣在一起 本来就是虚凤假黄的 你又不能给他真正的幸福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到处乱讲 我就撕了你的嘴 好了 我不讲 我不讲 我一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 我知道你们相爱 可是你们又不可能 一辈子在一起 苏慧荣进宫当了宫女 她就是皇上的女人啊 你再怎么样也是一个太监 你能跟她娶妻生子 给她一辈子幸福吗 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知道你现在在欧妾 哪个男人愿意做乌龟王八蛋 你给我闭嘴 给我滚 滚就滚 站住 我有话要问你 你有没有心爱的人 如果你爱的人被人糟蹋了 你会不会心疼 当然了 连我都很同情肃慧荣 可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个人是皇上嘛 那你会为心爱的人做任何牺牲吗 你这是要干嘛 难道你要为了苏慧荣 包袱 那个 我不是要包袱皇上 我是在问你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会为心爱的人做出牺牲吗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啊 你干嘛 你这双眼睛水汪汪的 倒挺像个女的 敢说我是女的 我就真要你变成功功 好 明明是你问这种怪问题的嘛 你就好离苏慧荣远一点 不要让皇上知道了 否则不吃羊肉 惹了一身山啊你 帮你 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真香啊 真好吃啊 吃吃吃 来来 快吃快吃 抓上了 抓上了 好啊你们这帮和尚 就敢在这破戒喝酒吃肉啊 走啊 走啊 怎么都跑了 你跑了 没出息的玩意儿 想吃一起吃啊 别在那儿二事儿 你怎么还不跑啊 少爷 真是少爷 少爷 是我呀 你是 我是胡忠玉呀 胡忠玉 少爷 少爷 真是找到你了 终于找到你了 菩萨显灵 这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居然真的找到少爷了 少爷 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你是出家当和尚了 当时啊 万马他灭门以后 我一直在找你 可就是找不着 后来我跟师父商量了一下 到了京城 发现你和一群工匠进了皇宫了 你看到我进宫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我只是一届草民 在武门的时候 就硬生生被拦下来了 我当时急坏了 后来我跟师父商量以后 才决定我去当太监 溜进宫里呢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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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太监 不是 这 为了少爷 可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不是 你这牺牲也太大了吧 不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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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假公公 我是混进去的 我 那 那这么说你们一直在找我 对呀 我现在已经知道 师父长什么样了 我早就知道了 少爷 隔墙一会儿 我们先 先走再说 走啊 不行 我不能走 我要留下来 为什么 我答应过师父 一定要带你回去的 怎么说呢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少爷了 整个大明江山 终有一片 少爷 你先走吧 我答应过师父的 不行 我要留下来报仇 报仇 难道你已经知道 杀害马夫人 和万马堂全家的人 是谁了 我还知道 马夫人根本不是我亲娘 我额娘乃是皇上册封的 郎贵妃 你额娘是郎贵妃 那你不是当今的太子了 我和师父还在猜测你的身世呢 你是怎么知道你是太子的 不是 你先回答我 师父在哪儿 他也进宫了吗 师父没有进宫 是我一个人溜进宫的 师父还在外面迟迟的等你的消息呢 难道你们没有查到什么 可以证明我身世之谜的证据 师父交代过了 一方面是要找你 还有一方面 就是要找那个风朝阳 因为当年 就是他给你接生的 太好了 终于有人可以证明我的身世了 那你快去找风朝阳 无论如何保证他的安全 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证明我就是太子 少爷 你呢 你还没告诉我呢 你怎么会当了和尚了 有个人抓了我 要我必须听他的指令当和尚 现在只有等你和师父 找到证明我身世之谜的证据之后 我才能摆脱他 到那时候 你和师父就是我们单人 如果有幸能够见到父皇 恢复我太子的身份 那到时候必定有重赏 少爷 不对啊 我现在应该改口叫你太子殿下了 以后太子殿下有什么吩咐 我胡忠玉永远是你的小马官 好 那你快去找 我等你的好消息 好 少爷你都保重啊 嗯 早去早回 少爷 胡忠玉 我下半辈子是太子还是习丐 就看你的了 就看你的了 是 难道少爷说的那个人就是他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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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公公是谁啊 关你什么事 我告诉你们几个 我马上就会离开这个鬼地方 以后呢 什么山珍海味啊 都可以大快朵爷 来 走 到还俗了 别忘了我们几个一起走 没问题 来 来 来 畜生 老夫叫你在这儿倾心静养 闭人耳目 你竟然光天花日之下 在这儿喝酒吃肉 你狗该不了吃屎 是 我是太子 你凭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我就要喝酒 我就要吃肉 好 我告诉你 除了我 没人能证明你是太子 是 是 是 少爷 现在该怎么办啊 师父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你俩不让我来 你看你笨的 来来来 帮我一下 快帮我一下 你小心咬眼神 又放多了 你们看 他是魂落魄的 是不是昨天落水的 就是他 那 那个 アール 歿 到 哪 就是 帮我一下